注意看,前方就是人人都想进去打工的厂,成都印钞厂了,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印钞厂吧,那点赞评论总发加关注,这个视频带大家来了解一下,这里是成都的温间区,意外看到前方这个小区叫做成超家园,难道是这个成都印钞厂的宿舍吗? 压布也不可能取这个名,还发现眼前这条路叫做黄金路,感觉这附近一带都跟钱有了关联,现在带大家走过去看一下,走过来发现它前方居然有一条护城河,说明这个安保细分生严啊,这也正常,因为印钞关乎了整个国家的命脉,还发现这个印钞厂挺大的吧,具体占地是多少? 我在网上找不到相关的数据,反正看折就挺大的,还有经过这个印钞厂的时候是不能停留的,看到前方的警戒牌没有,而且在门口脸庞还有武警在站岗,所以这个戒备等级是很高的 还有这个印钞厂不仅仅是印钞吧,还负责及防伪印钞特种装用纸张生产,贵金属的加工,还有现金服务等等的业务 看前方,那里就是贵金属的加工车间,还有对应印钞厂,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视频开头会说,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印钞厂 据我了解,我们国家一共有七大印钞厂,分别在北京,上海,南昌,成都,沈阳,乌鲁木齐,还有西安 这七大印钞厂,也是很多打工人,梦寐以求,几破头都想进去上班的一个工厂 但是如果没点实力跟水力的话,一般都是进不去的 如果成功进去之后,那这一辈子不用愁了 好了,就带大家看到这里了,这就是成都印钞厂 大家看完之后,有何感受,有什么想说的,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,拜拜